我會選擇三名 看誰會獲得最慶祝 準備嗎 觀眾用尖叫聲力挺 心中最醜的汪欣仁 美國加州被打流馬 年度世界最醜狗狗比賽 重磅登場 這是名叫快樂臉先生的狗 頂著毛髮細疏的龐科頭 舌頭還彎一邊 他擊敗九隻參賽狗 贏得冠軍頭銜 自主開心擁抱愛犬 還說出寓意深遠的感言 41歲的亞利桑那女音樂家班納利 去年收養了這隻17歲的 中國冠毛犬 當時流浪狗之家的人 告訴班納利 因為前四組的虐待 愛犯疏與照顧 再加上環境惡劣 讓他健康不佳 可能只剩幾週時間可活 我不想接受他們 所以這會提醒 如果他們壞掉 他們可以成為 很愛的生命 最後班納利決定 連養他 還將他取名為快樂臉先生 在他的餘生中 給予滿滿的愛和陪伴 可樂臉先生靠著其貌不養的長相 拿下冠軍 現場觀眾送上熱情歡呼 有為所有長相獨特參賽狗的不完美 而家有個彩 電新聞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